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倒營底反彈271關鍵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恆子反彈了397點 收報26993點 成交有759億 今天恆子曾經上升至27114點 可以說是近2、3個星期以來最高 曾經比11月19日高位 當時是27093 今天是27114 即是多了17點 可惜今天未能站在頸線上 也未能守住27000關 退守到26993來收市 所以說27000是關鍵 但形態上高 即是技術上高來看 今天是一個倒營底 倒營底反彈 這兩天的倒營 這個有一個上升裂口 視乎會不會完全保佔了 如果不完全保佔上升裂口 我覺得向上的機會還是很高 因為今天也試過前浪頂 現在如果突破到27100 站在其上的話 大概可以上回28000 之前其實11月初的高位是27900 當時氣氛也樂觀一些 因為當時都是預期中美貿談 可以有成 後來因為消息出來 就是有關稅問題 即是說美國不肯減關稅 所以港股由近28000 就回到接近26000 即是跌了1000多點 接近2000點 現在來看 如果它是中美貿易談判那裏 順利的話 上回來28000 甚至更高 都是有機會的 現時就比較吹暖風 上個星期五 國家主席習近平 就已經說到 就是願意跟美國達成協議 不過就要相應一下 減關稅 諸如此類的 美國總統特朗普 亦都說到 跟中國首階段協議 已經非常接近達成的階段 所以其實現在差一些細節問題 亦都有一些風寸出來 就是今年年底之前 仍然都有機會達成的 但是當然 經過了其實十幾個月的訓練 我説訓練就是 其實市場經常都有這些好消息 壞消息的充斥 投資者都已經受到很長時間的訓練 就知道這些不能夠盡信這些消息 不是說不信 又不能夠盡信 因為經常都多變的 所以都是跟著消息來走 有好消息的充上2萬8 沒有好消息的 2萬6至2萬7之間上落 整體大約有一條 即是說中線的來看是一個上升通道 都可以是反覆上升的格局 短線就是今天的題目 島形底反彈 271就是27,100區就是關鍵 上去就是短線轉為綠燈 因為出現一個島形加小雙底的形態 站在其上的話 就有機會衝上2萬8 所以如果站在27,100點之上收市 就可以短線轉為綠燈 否則的話繼續黃燈觀望 好了大市就講完了 今天其實有幾類股份 就帶動了市場 第一升得最多就是九倉置業 今天升成4.7% 你說它都可以說高低腳反彈 最主要因為昨天那個區議會選舉 順利舉行 希望香港的局勢可以緩和一些 有利這些收租股 可以做好一些 能不能夠如願 現在都未知 但是今天有些投資者 就是偷步開始買入它 你看到它跌下來之後 大概40元邊都是支持 就是九月以來 去到現在11月都折分底了 九月初以來就大概40元邊就是支持 上到去50元不夠 即47這些位置就是阻力 在那裡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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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能夠真是平和得到 升得穿大概48、50這些 才是真是說 市這隻股才轉好 否則現在都可能都是高低位上落 另外 有一些內房股也做得好 打印再說那部份 我們先說 今天恆子成文股中 升幅第三位的友邦 友邦今天走勢不錯 下升3.6% 收報80.1元 大家都知道有一個新聞 就是有幫保險首席執行官兼總裁 黃京輝就會退任 由中國平安聯席首席執行官 和首席保險業務執行官 李玄祥就折任 這個消息 一來有這個消息 就是刺激股價 就是換新CEO 二來就是本地的形勢 或者是中美貿談形勢好轉了 它也出現了一個小雙底反彈 你看到如果去對比恆子來看 恆子就還未收於項線之上 友邦就強一點收於項線之上 雖然只有一天 現在還未能夠確認 要連續三天收於其上才能夠確認 不過總的而言都是走勢較為好 如果要搏的短線 可能都是看著84先 因為它不是很多水位 80元是85%左右 能夠站在84之上才真的轉好 因為這個前浪頂 11月初已經做到這個位置了 看看有沒有一些重大刺激 可以刺激到它上去 例如中美貿談那裏好 例如港股真是反彈 或者它本身自身有一些更加利好的消息 傳出來 無論如何都好 現在有一個短線反彈的希望 存在在這股股上 接下來要講一下中資股 今天呢 而中資股裏面 就以建材股升幅最大 特別是水泥股 我們以國企指數成份股的中國建材為例 今天升6.2% 破了頂 衝了上去 建材升得厲害之外 其實亞洲水泥股升幅更多 即是7.43% 升了7.3% 那海螺呢 安徽海螺914 這股股也升得不錯 有3.3% 那麼 水泥股升 其實帶動一批建材股也想的 還有一些鋼鐵股也想的 同樣都是因為污染的原因 例如 中國東方集團 581 今天連續幾天都升得很好 又例如 聯索 建材相關 2128 也受勢強勁 建材股 和早前基建股 即是上星期五升了很多基建股 今天都有升 好像 國子成份股裡面 升幅第三位 中國中鐵 今天升5.2% 反映出 即是可能 在這個年尾的時候 市場對於這個基建類 或者 可能是 總之是 固定資產投資這個部分 就有些憧憬 可能 政府 內地政府就會放鬆一些管制 或者加強補貼 或者加強投資 去高一高GDP 在最後的時候 所以 就是基建股 基建相關的建材物料的股份 都做得比較好些 說到固定資產投資 不得不提 就是內房 也有傳 內地 可能在這個年尾的時候 就放鬆一些 就是樓市一些限制 這個為什麼會傳出來 就是因為上星期五 人民銀行 貨幣政策委員 馬俊 他是前德銀的高層 後來他入了人民銀行做 他在一個研討會上都說 其實地方政府可以有限度 可以適量地調節房地產政策 他說中央層面就未必會做 不過地方層面可能可以有這個空間去做 換言之 央行似乎有一個信息 就是不反對你地方政府 可能在這個時候 年底這個時候就鬆一鬆 所以內房股 今天都做得比較好的 例如恒指成份股的碧桂圓 今天都升3.6% 早前好像要跌跌 要跌穿上升通道 有幾天跌穿了 但是之後現在又咬上來 咬上來 就可能繼續沿著上升通道運行 就是可以有機會反覆上升 升得比較大的萬科 萬科 今天已經一下子就衝穿 去到之前其實就是去到7月底的水平 即是8月、9月、10月、11月 這3個多、4個月的位置完全升穿了 走勢很強勁 上升到30元 當然一來它比較落後 二來它尺寸比較大 一下子就說大家如果有資金湧入 要看好內房股 就比較吸金 衝到上來 當然其他很多內房股 今天都表現得不錯 好像富力地產2777的升幅 比它更加大 還有很多不能夠一一這樣說 希望大家 雖然大市 有些反彈 但是未確認的時候 就找到一些更加強勢的辦法 例如現在建財 例如現在有些內房股做好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到此為止 短線都是那句 就看著27,100能不能夠站在其上 271就成關鍵 多謝大家收看